几个混混正在调戏眼前的女孩 伸出咸猪手就要占便宜 这时一旁的弟弟立马警告对方 如果还不想死的话 千万别碰他姐姐 否则火车一旦到站 就是他们的末日 可没有想到几个混混根本不怕 一个小屁孩能奈我何 不但不听劝 还极其嚣张的一边扯着小孩的头 一边调戏他的姐姐 而这时火车即将到站 小孩瞬间露出了霸气的眼神 紧接着他举起了右手 这时门口突然走进来了一个狠人 一身的劲子肉 普通人根本扛不住他的一拳 这是曾徒手打死上万暴族的恐怖存在 此人正是女孩的男友 那小混混不知道死期将至 竟然还敢上前嚣张跋扈地告诉男人 摸了你的女朋友又能怎样 结果下一秒 此时还剩下一个混混 被吓得不知所措 想着横竖都是死 拖姓直接跳下了火车 殊不知刚好被迎面而来的火车 撞成了肉泥 女孩的男友名叫萨姆 是一个维力士族的射血杀手 只要给他票子 即便是取下灭霸的手机 也完全不在话下 不过女友丽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单纯的以为他只是一个名人的混蛋 但直到这一天 丽亚正想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眼前的男人 哪料他刚想开口 突然就射来了一发子弹 萨姆来不及解释 立马紧紧的抱住他从楼梯滚下去 就这样一直滚了半天 眼看杀手就要追过来 为了丽亚的安全 他只能偷偷的将丽亚 藏在一个没有人发现的地方 最后便不自一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 直到将对方引到了一处 错综复杂的移动迷宫后 开始了疯狂的屠杀 看到眼前这震惊的一幕 丽亚被吓得双腿发软 怎么也不敢相信男友竟然是如此残暴之人 他惊恐的一句话也不敢说 只能怪自己瞎了眼 颤颤巍巍的离他而去 但丽亚不知道的是 其实萨姆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高级督察 他所杀的人全部都是十恶不是的罪犯 之所以伪装成杀手 是为了端掉加尔格达的一个极其猖狂的黑帮集团 这个帮派在当地可谓是只手遮天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虽然警军每一次都将犯人神之于法 但每一次都被腐败的系统给放了出来 更重要的是 黑帮的幕后大佬拉顿始终没有落过面 心思极其的缜密 一直在境外发号失令 警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连根拔起 为了彻底清除社会的毒瘤 萨姆伪装成了一个赏金猎人 伯利属于任何一个帮派 只为钱办事 谁给的钱多就替谁办事 久而久之在他的山峰点火之下 原本拉顿的帮派一方独大 如今敌对的小帮派越发壮大 眼看着就要二分天下 二把手阿坤已经坐不住 于是立马派几十个小弟去取下了萨姆的手机 小混混还担心萨姆逃跑 竟然准备关上铁门 戴萨姆还是好生好气 奉劝他们最好给自己留一条生路 可头目光头非但不听劝 反而还把铁门关上 甚至还嚣张的直接把钥匙扔到了太平洋 却不料下一秒 经过了这一件事后 阿坤才知道此人智勇双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决定花重金将萨姆拉拢回自己的帮派 当然萨姆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因为这就是他的目的 阿坤本以为他的加入后 帮派之间的厮杀抢地盘会告一段落 可万万没有想到 萨姆在谈判桌上直接就干掉了对方的二把手 并且顺便的端掉了对方的窝点 虽然萨姆有一些冲动会让帮派之间的厮杀越演越烈 但对于阿坤来说 无疑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次过后 也让萨姆成为了阿坤的心腹 不过正所谓枪打出头鸟 他的头铁也必然遭到敌对帮派的赶尽杀绝 这才有了开头被袭击的那一幕 他隐瞒的身份没有给丽娅解释 让丽娅离开自己的身边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他接下来很有可能被整个黑帮追杀 随时可能伸手益处 不过丽娅已经爱得太深 一看到萨姆被全程的黑帮追杀的新闻 就控制不住自己担心萨姆的安危 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 穿过枪林弹雨来找他 看到丽娅如此痴情 萨姆的心里越是难受 但他没有心软 为了让丽娅能够远离自己 他只能说出了狠心的话 只有他做得如此的绝 才能保证所爱的人的安危 卧底的计划才敢继续进行 那么接下来 为了逼幕后老大拉顿现身 让这两个帮派的这一把火烧得更旺一些 于是趁着阿坤落单时 将阿坤连捅了数万刀 然后以帮派厮杀的假象 交货给了敌对的帮派 阿坤一死的消息已经传出 幕后老大拉顿瞬间就坐不住了 他转身就干掉了自己一个手下泄愤 而且隔天就传出了他回国的消息 敌对的帮派老大以为自己等到了机会 正计划着怎么途中埋伏干掉拉顿 殊不知他一转身 拉顿就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紧接着他一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把萨姆叫来 萨姆以为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 殊不知拉顿是欣赏他很多的做事方式 很像当年的自己 决定将所有的地盘交给他来打理 安排好一切后 拉顿准备再次消失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离开时 突然被警局的人团团包围 紧接着他就被秘密的压到了一个地下仓库 之所以是秘密执行 是因为拉顿一直在海外发好失礼 局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 即便是被送上了法庭 没有个几十年也没有办法 也无法将拉顿定罪 更别谈拉顿背后还收买了不少高官 于是为了逼拉顿认罪 局长让他没日没夜的不能休息 一旦拉顿敢呼吸或者眨一眨眼 迎来的就是棍棒的抽打 眼看着拉顿快要撑不住 可终究还是出现了意外 这一天局长却突然收到了一个光盘 当他打开光盘时 瞬间被气得七孔流血 原来拉顿的手下猜到了是局长所谓 于是便绑架了他的女儿 然后让几十个禽兽排队侵犯他的女儿 并且告诉局长 如果不放了他们的老大 那么他女儿的视频将会出现在各大媒体 看到女儿遭受到了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 局长已经崩溃 没有办法 他只能将这个畜生放走 拉顿回来后是气炸了 意识到这一次被抓 一定是内部有警方的卧底 于是立马让警方的内应 调查出卧底的真实身份 隔天拉顿便带着众多手下 出现在了利亚所在的健身房 而他要找的人是一位退休的警官 但同时他也是萨姆的父亲 由于这一次是高度机密行动 警局根本就没有卧底的档案 只查到了是这一位退休的警官安排了一名卧底 但无论拉顿使用什么手段 父亲宁死也不肯说出卧底的身份 结果可想而知 被惹及到拉顿朝着父亲疯狂的射击 但令人奇怪的是 这位退休警官一死 突然整个印度的警力都被调到了此处 似乎是迎接一位高级军官的到来 这时开来了一辆汽车 当拉顿看到是萨姆下车的那一刻后 瞬间被吓傻了 立马疯狂逃窜 丽娅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萨姆竟是一个高级的军官 这时 萨姆看着父亲身上千疮百孔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将拉顿千刀万剐 在和丽娅做了最后的告别后 这一次他依然没有解释 并且告诉丽娅让他当最后一天的杀手 因为他这一次要开始一场来自于地狱判官的审判 正义永远不过缺席 而拉顿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这次影片 通缉令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以下期视频见 掰掰